近几年,杨子的发展势头如同蓬勃生长的竹子一样,势不可挡,随着她和范淳淳合作主演的新剧《要久久爱》的上映,看来她似乎要失去暴剧女王的称号了。 杨子在长相思大获成功后,备受期待的作品之一就是《要久久爱》。 加上以往,杨子在网剧市场上的影响力一直都不错,她在电视剧市场上的表现备受粉丝和路人期待。 她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会取得怎样的成绩。 然而,新剧在首播当天的表现十分令人失望,差点就差了一点点就会被挤出前十名,收视率的份额甚至还未达到百分之一。 这部剧播出的平台是江苏卫视,而江苏卫视可是五大卫视之一。 该平台的基础很扎实,而且合作的演员范淳淳也是目前备受瞩目的艺人。 这出戏理应是凑巧地结合天时、地利和人和。 为何电视节目的收视率如此低迷? 在一方网友的分析之后,杨子成了这个锅的接收者。 目前观众的反馈揭示了新剧被批评的两大原因。 首先,杨子作为女主角,她的状态非常糟糕。 她以往参演的网剧总是被大量滤金渲染。 然而,上新剧所追求的正是真实的画面呈现。 杨子展现出了原汁原味的自然风采,并除了滤镜和美颜的修饰。 难以用言语准确描述脸部的状态。 听说她在新剧里的表现不佳。 由于在拍摄期间没有进行有效的身材管理,脸部浮肿的症状非常显著。 她的年龄摆在那里,不容忽视。 时间的流逝留下了痕迹,导致她的皮肤明显变得松弛。 她恰好在戏剧中扮演高中女生的身份。 观众的代入感受到了真实的影响。 她和范晨晨之间毫无CP感,成为了被吐槽的第二大原因。 两人在实际生活中年龄相差八岁。 杨子在剧中再次展现出了疲惫的状态。 当观众看到两人在演艺感情戏时,他们深陷其中。 每个人都要发表评论。 称之为年轻高中生热吻阿姨,除了上述两点之外。 网友们开始对杨子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演技产生了质疑。 她在新剧中原本应该扮演一个性格开朗,活泼可爱的少女角色。 杨子以五官动作不规范的演技,将原本开朗明媚的形象演绎成为傻大妞。 甚至让许多网友想起了她曾在《欢乐颂》中扮演的角色邱盈盈。 观众们对杨子的出色演技现象做出了原因总结。 她的怪诞性格可能是由于她本人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古怪的人。 她在表演时会不知不觉地融入自己的日常习惯。 以至于,然而这种情况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。 同质化现象愈发严重。 总结,杨子过去几年在演艺生涯中扮演的角色并不难。 古装剧中的角色缺乏多样性,同质化问题尤为严重。 她在现代剧中高声尖叫的表演略显尴尬。 杨子的表演已经几乎奠定了一种固定的风格。 尽管有不少观众对邱盈盈的手自亮相感到不满, 但她还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然而,这个角色却充满了生动的感染力。 每个角色都可以发现自己身上都有邱盈盈的影子, 观众难免会对此产生审美疲劳。 但她是85花女演员中的领军人物。 杨子身上确实有很多独特的亮点。 例如,她的醒悟,身为一名以流量为生的艺人。 尽管她身处于流量之中,却从不盲目地追随流量。 现今的言情剧都喜欢让演员在剧播期进行营业。 这毕竟是不争的事实。 为了激发观众和粉丝进行更深入的阐释。 然而,杨子很少会在剧集播出后再去影响观众的理解。 除了不可或缺的推广, 很少有机会看到她在剧外再次扮演自己曾经饰演过的角色。 她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异常敏锐的气息。 先谋生再谋爱。 先爱己后爱人,这句话你一定听过吧。 当杨子接拍相比沉沉静如霜时, 她遭受了许多质疑声。 许多观众都认为她的举动显示了对羽毛的不珍惜。 然而,在当时以流量为上风的整体情况下, 过分自负的清高只会导致自食其果。 因此,杨子才会发表如下言论。 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, 以展现我作为一名演员的才华, 证明自己可以出色的演艺角色。 在没有改变市场大环境的能力之前, 杨子选择了走不被看好的流量路线。 这是可以理解的。 直到今天,在娱乐圈内仍有许多艺人希望模仿杨子选择的这条道路, 运用流量走红来获得商业价值, 从而重新获取对自己的选择权。 然而,多数人都在模仿东西笑评, 在一连串的网络剧中迷失了初心。 杨子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。 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杰宇要久久爱目前仍然受到热烈欢迎, 正在持续热播中。 根据观察, 可以看到网友的口碑也有好转的迹象。 希望这次杨子能够以低开高走, 愿他的演艺事业能够一帆分顺, 一路走红。 喜欢更关于下身跟小艺 Candle se这斜子都走红来隐行, 安全宝具火不要得到, 伍补也技ل的人都望红来会以后主 exceed民既。 凶